把一箱箱的新鲜蔬果搬上车 但他们不是货运业者 而是继承车司机 小菜一 芒果一 酸瓜二 受到本土疫情影响 民众不想出门 宅配业又忙不过来 导致农产品无法新鲜送到消费者手中 双美市府决定松绑法规 让继承车加入外送行列 宅配物流大塞车 新北市农会前一晚才包装好的新鲜蔬果 在疫情期间用宅配的话 少说要三十天才会送达 不过现在有继承车司机 一个半小时内就会送达 疫情期间 继承车的派车量少落七成 这次和新北农会电商合作 业者坦言物流费不高 每件120元 对继承车来说只是成本价 但能帮到农民 在疫情警戒期间 也对继承车维持生计 有所帮助 能帮助也是我们多一个赚钱的方式 这我想说这是非常好的 这个输口都非常的新鲜 我们从产地就直送 民众订的蔬菜箱 包含端午节三宝 茄子 薄瓦和豆子 连配料和蛋都准备好了 光是周六就有1000多份订单 预计出动200台计程车 非常时期 小黄司机改当外送员 期盼互相帮助 创造三营局面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荧郎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